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到这么一段话 如果你是司机 你会觉得路人要守规则 如果你是路人 你会觉得车主需要礼让 如果你是老板 你会觉得员工很是懒散 如果你是员工 你会觉得老板很是严苛 如果你是富人 你会觉得炫富不过日常 如果你是穷人 你会觉得炫富是种显摆 人啊 不同的位置 不同的想法 不在什么位置 很难感同身受 今天叶安将和大家分享的是 这种人 你不必向他解释 在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 希望大家能点击订阅和小铃铛 你的点赞和评论 是我最大的动力 感谢大家的喜欢 深夜读书 因你们而精彩 龟兔赛跑里 若不是兔子轻视对手 必然会将冠军之名 收入囊中 我们都知道在陆地上 乌龟跑不赢兔子 但却忽略了 乌龟在水中 永远游得比兔子快 龟兔赛跑 赛道不同 往往会颠倒胜负 人与人之间位置不同 看到的 想到的 感受到的 理解到的 也会不一样 不同位置的两个人 难以相互理解 不同层次的两个人 不必相互理解 人生苦短 别为难他人 别勉强自己 位置不同 不求理解 诗说有云 文道有先后 树叶有专攻 一个人的认知水平 不能通过年龄 学历的高低 来判断 每个人起点不同 不可相提并论 同一件事 人们所处的角度不同 往往会产生 截然不同的理解 正如盲人摸象 总有人会凭借片面地了解 往下定论 又如 何不识肉迷 总有人会以自己的优渥条件 去质疑别人的无奈选择 这样的人 即便看过再大的世界 也改变不了 自己内心深处的狭隘 古时候 有位全国著名的棋手 一天 他在院子里钻研棋局 有人前来拜访他 听说你是世上最懂围棋的人 你能看出棋盒里有几枚棋子吗 棋手笑了笑说 黑子一百八十一枚 白子一百八十枚 总共三百六十一枚 谁知对方反驳道 不对 只有三百六十枚 然后拿出手里藏着的一枚棋子 棋手的学生 认为对方侮辱老师 便和他争吵起来 声音越来越大 棋手观察那人一阵后 答道 确实是我能力不足 来人说 哈哈 我赢了你 然后心满意足地走了 学生不愤道 这明明是上门找茬 老师凭什么认错 棋手解释道 既然你知道 他是来无理取闹的 为什么还要理呢 如果不让他满意 争个三天三夜 他也不会走 反而浪费了时间 层次不同的人 无需与其争辩 圣经中有句话 尽快同意反对你的人 只要自己是对的 面对那些无端指责 就不用再多说什么了 正如卡奈基所说 在争论中获胜的唯一方式 就是避免争论 明知无法战胜对方 本质上的狭隘 进行争辩 只会损耗精神 这时不如不争不变 因为层次不同 是争不出结果的 缘道有云 坐井而观天 约天小者 飞天小也 坐井观天 管中溃爆 见识狭小者 大有人在 与其从别人的嘴中 听自己的世界 不如在自己的心里 享受属于自己的人生 层次不同 不必解释 关你啥事 关我啥事 据说这八个字 可以解决人生 百分之八十的困扰 细想一下 确实如此 别人的事与我们无关 我们不必过问太多 为难别人 我们的事与他人无关 我们不必在意太多 给自己添毒 不是所有人 都配得上我们的解释 正如林肯所言 那些有成就的人 从不肯与人争辩 浪费时间 因为他们知道 争辩的结果 让人难以承担 发脾气 甚至失去自我控制能力 与狗争辩 只会被他反咬一口 倒不如让他先走 下虫不与兵 井蛙不与海 庄子天道中 有一则故事 事成其爱慕玄虚 四处餐食访友 一心享有所收获 有一次他来拜见老子 看到老子其貌不扬 住的地方也乱七八糟 就对老子说 听说你是个圣人 我千辛万苦 从很远的地方来找你 简直大失所望 看看你宅院里 老鼠洞边的泥块 夹杂着粮食米粒 这是为父不仁的做法 我看你就和老鼠一样 老子看也没看事成奇 也没有说一句话 对此没有任何反应 多年后事成其学有所成 回想起自己的言行 羞愧万分 于是找老子道歉 老子对他说 你骂我是猪狗老鼠 又有什么关系 并不能影响我 也不能改变我 生活中我们很难改变 不同层次人的看法 特别是那些动辄 扣帽子 无理取闹 刷存在感的人 对他们或回避 或远离 或一笑置之 或请他闭嘴 因为再说下去 也是一场无味的争吵 人生不是辩论赛 沉默并非理屈辞穷 而是以静志动 将心比心 方得人心 曾看过一段 颇有意思的话 家庭里 如果你是婆婆 就会希望儿媳对你孝顺 如果你是儿媳 就会希望婆婆能慈爱 生活中 如果你是顾客 就会希望商品能便宜点 如果你是商家 就会希望顾客别砍价 单位里 如果你是老板 就会希望员工能勤快点 如果你是员工 就希望老板涨工资 人与人之间 总会因为彼此的位置不同 角色不同 产生偏见与隔阂 那些一心追求 自我利益最大化的人 在遇到问题时 总会最先看到 眼前最为利己的解决方法 殊不知 换位与理解 永远是相互的 将心比心的两个人 更容易双赢 新书有云 爱出者爱返 浮往者浮来 人世间的所有幸运 都来自你 称赞已久的福报 北宋著名师僧道前 和诗人苏氏 因诗结缘 在起伏不平的人生路上 无论距离远近 还是地位悬殊 都没有阻断 他们身后的友谊 苏氏被贬 黄州时 未解好友 孤独清净 道前不顾路途遥远 千里迢迢 前去相伴 后来苏氏又回朝为官 因政治原因 自请外访杭州 在杭州的几年里 道前依然相伴在侧 因与苏氏的关系 过于密切 道前曾受到牵连 被苏氏的政敌 勒令还俗 对于道前这样的 莫逆之交 苏氏倍感珍惜 同时深深影响了 他的责有关 他曾在刚说中论述 无平生多难 常以身世之 凡免我于恶者 皆平日可谓人也 既我于贤者 皆一时可喜人也 道前出入 治果院修行时 正是苏氏的身份 和地位 风光无比的时候 但苏氏铭记道前之情 专门主动造访 为其送行 道前感动于苏氏的真诚 副诗语 使君道德兹 归角非所事 人语如春风 熏然助逃离 雪中送叹暖 雨中披衣情 道前给予了苏氏 逆境之时的相伴慰藉 也换得了苏氏的真心回赠 曹雪芹说 万两黄金容易得 知心一个也难求 人与人之间 不论朋友还是亲人 都讲究一个情字 你有情我有意 情意绵长 才能真心相伴 人生如尽 你若以笑对待 它必然不会一脸怨念 位置不同 别去解释 这是尊重自己 人活于世 有一种顶级善良 不理解你的行为 但尊重你的选择 不认同你的做法 但体谅你的无奈 与朋友们共勉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分享给身边的人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 成为更好的自己 最后 在YouTube和Facebook上 都能找到深夜读书哦 也很期待与你的互动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